欢迎回来讲嗨在家 我是Karen 上一次跟天梯的田池人钟晴 Wendy聊过她在纽西兰留学的经验 然后跟老公结婚后移民过去西雅图 今集我们继续听听 究竟对Wendy来说 住在西雅图这四年来的经历究竟是如何 你在西雅图的经历 过去你刚刚说住了四年左右 其实你说头那一段时间 某程度上你自己在调整 去适应 去找工作 找到现在你终于觉得自己 某程度上 算是脚踏实地 嗯 到你现在这个时刻 你觉得西雅图最吸引你的一件事 或者是几件事 或者是特色等等的东西 西雅图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家庭的生活 即是它不是很多东西玩 即是它不会是加州、LA那些 又有Hollywood 又有很多旅游胜利 它不是那些来的 但是在这个… 如果你是纯粹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 其实它是一个… 即是如果你想追求这一件事 它是一个不错的城市 它气候上其实是可以的 它没有加州那么大雪 那… 因为西雅图的那些上升和下降比较多 那… 幸好它的雪就不算很多 变成你开车不算太过危险 那如果你真的很大雪那两天 你便在家庭 现在很多都在家庭 如果说过去过来的话 这个色影不会太大的对比 那… 它是雨水比较多的 那要担心的 例如我们现在下雪 即是冬天 会有黑暗氏 那就要小心一点 那… 否则其实… 气候上我觉得舒服的 因为没有那些… 香港那些潮湿 湿绿绿绿那种 真的没有那些 那… 那… 你说人呢 我经常觉得西雅图的人是很nice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比… 香港人是比较直接的嘛 讲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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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在超級市場出來,我要去大路 我可能要等很久,也未必能出車 可能我自己小膽,我要看得很穩定,很夠位才敢出 但在西雅圖我遇過幾次,有些車子會放慢,或者燈會閃閃 就跟他們說,你出吧,我給你出 我會覺得這裡的人很好,這是我過來西雅圖的感覺 這裡的人很考慮,他們會想你出吧,不知道你等了多久 可能你覺得很慘,可能他們會想很多這些 但以前我駕車是真的沒有的 我試過駕駛一輛車,你要走車出來 看到有另一輛車要經過,你的車要移進去 讓車先離開 所以我來到西雅圖最初也是用這個方式的 但我被我老公說,神經病,你已經移到一半了 他就要等你了 我就說,是嗎?我以前在西雅圖是 我移到一半,有車經過,我會自己進去 等他走車後,我出回來 又有車後,我又移進去 我以前是這樣的 但來到這裡是你移動的 你不會覺得等你那輛車是不耐煩的 他可能會覺得,你移動馬上是要等的 這是很自然的想法 但以前我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阻礙人了 我覺得西雅圖人來說是普遍的 行車情況的話 Kalegory其實也相似的 譬如我們剛去到貨品店 出來移動車的位置 很多時候 因為Kalegory人少 車也可能比較少 有時候 我們移動車的時候 車也還未走得很近 但已經開始減慢 確定你足夠的位置走人 才跟你一起走出去 所以住在小一點的城市 某程度上有這件事的好處 是的 人們不太心急 不太趕著去旁邊 我覺得 我最初很怕駕駛隨便 我在紐西蘭不敢駛隨便 因為我是出不了 車子不讓我 我是沿路去駕駛 繞幾圈都還未駛隨便 我試過幾次 所以我放棄了 去到西雅圖 我老公就說你不能駕駛 因為你不駕駛隨便 你十個小時 還未到你上去的地方 你一定要 逼著要學 但是 很快就上手 因為 車是 即是你開駕駛的時候 看到車開駕駛 它會自動避到隔離線 讓你可以容易出 避免你讓我讓你不知怎辦 或者不知避到大家 很自然 即是 即是這裡 未來有一個駕駛 會有車出 那些車就會自動 去隔離線 才能給我一些車出 即是這個 做這些事情 即是我老公開車都會這樣 即是我現在開車 我都會覺得 這裡有車出 我就要移去隔離線 但以前我在紐西蘭 我真的沒有覺得 有人會做這些事情 可能現在會好些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多了不同的人 在那裡住 但是 反而我來到這裏 我上去駕駛駛駛 一兩天我就上手了 即是 上了駛駛駛駛駛 但現在就會覺得 我們只要30分鐘 最多30分鐘由最北可以去到最南 所以那個圈子基本上是一個30分鐘的生活圈子 那如果對西雅圖來說是否也是這樣的呢 你說Calgary是Calgary市中心還是 你有沒有分一個像Vancouver有Greater Vancouver 我們有Greater Seattle 你有沒有Greater Calgary的 沒有 只是Calgary就是 Calgary OK 因為西雅圖其實是 我還說很小 它中間有一個島 然後圍著它有海 然後再外面就是陸地 其實西雅圖是在一邊 如果你跟屬地的美國人說 你住在西雅圖就說你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亞洲人說西雅圖是在Greater Seattle 是的 所以我們 譬如Downtown 你說去Starbucks的總部 就是在西雅圖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Microsoft那邊 就是在東邊的 是一個叫Belfit Redmond那邊的地方 都是有去到Downtown 但是 感覺是不同的 但是你由這個 西雅圖的Downtown 去到東邊的Downtown 中間有一條橋 剛才我說的那條橋 就經過那條橋 大概這裡就半小時左右 如果不塞車 現在就很少塞車 但是如果不塞車大概半小時左右 而南和北 因為它比較長 所以就遠一點 如果北 你通常會說到一個叫 可能不去到Lingwood 或者Everick的地方 去到南 就可能去到Rantum 或者Kent的地方 這裡大概 九個字至一個小時車程 如果不塞車 是的 大概那個距離就是這樣 所以譬如我現在上班 如果不塞車的情況之下 半個小時就能上班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應該要一個小時才能上班 是的 哇 那麼厲害 西雅圖其實真的很塞車 我覺得我自己搬了屋之後 我就在想一個小時 上班怎麼辦 怎麼知道就遇到疫情了 然後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塞車 是的 但是 從一個地方塞車到另一個地方 滿個小時其實真的很閒 這裡 嗯 它的交通不是 我不知道Kagory其實也有公共通行動 有不過就很疏 是的 因為我知道Vancouver是做得很好的 嗯嗯 因為我經常都想去溫哥華 其實之前太久沒有上班了 我很想念他 那麼 西雅圖那邊的公共通行動 就不是很完善的 它有嘗試是想多些 就是多些Light Rail 或者巴士的班次之類的 就是儘量方便一些 但是 總共通常來說 其實不是說 嗯 一定沒有溫哥華那麼方便 那麼 變了你每次都要開車 就 它的道路有 Friway其實只有兩條 大的Friway 再加中間 剛才說的東邊去西邊 就有兩條橋 一條橋要付錢的 所以就很少人去的 那 那個個就堵住了 另一條不用錢的橋 那變了就很堵住了 你早上 以前是一打開那個MAP 是全部紅色的 是塞得很厲害的 那現在就比較少了 嗯 反而在Kalgary 我們都會塞 但是 應該沒有你們那麼誇張 就算是 我自己住在北邊 那 Downtown 通常如果不塞車的話 可能開二十多分鐘就會到達 但是如果是Rush Hour的話 可能最多就是九個字 九個字左右 都很少會塞到一小時 還有 因為 Kalgary來說 這個城市還是很新 所以它城市規劃的時候 它規劃的時候好像是一格一格 所以 就是打橫打橫打橫 還有打動打動 然後上面有一條 基本上我經常開的就是 就是 Dearfoot Trail 就是去哪裏 都是無論你在最北或者最南 最西或者最東 都好 你一上了Dearfoot 你無論去哪裏 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分鐘就到達了 所以 所以就是可以做到某程度上 算是 交通算是比較方便 如果只是開車的話 但如果 乘巴士的話 如果 看著的觀眾打算過來Kalgary 但不開車的話 生活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巴士的話 它梳的時候 有可能 半個小時 甚至會跳了 不知道巴士去哪裏 是 不見了 因為我以前在紐西蘭 你讀書的時候 就會比較多的情況 要搭巴士 因為那時候還沒考得車牌 那時候我上學 要一個小時的巴士 幸好不用轉車 因為我住在奧克蘭的城市 而對比Greita 士雅圖 始終都是比較小 紐西蘭比較小 這個國家 如果我要乘巴士回大學 那 那個站去到我家的站 其實已經敷了 我要迫上去 因為我本身有些耳水不平衡 這樣 要搖車一個小時 站在那裏 我真的會暈倒 所以那時候我做法 我早一個小時起床 我大學未開門 我已經在門後等一個小時 因為我不想去奧巴士 因為很辛苦 而我站在奧巴士 我應該會搭車 所以我最早期是這樣的 之後就開始自己 編堂 不要編一些天地堂 自己去控制自己上學的時間 但是來到西雅圖 坦白說 我真的未搭過巴士 其實我想搭的 我想試一下 但是有些朋友 就跟我說 這裡搭巴士 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的 他說這裡搭巴士 他們有前規則 就是不同類型的人 坐巴士的前面中間和後面 所以他們說是有前規則 你不要破壞別人本身的規矩 你要坐巴士 你要知道你應該要坐哪些位置 因為我本身有想過 可不可以拍片 但是他就說 你不要打算拍片 你應該會被人打 不是裡面的人 不會想你拍片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拍 你可能要搭一些學校的巴士 其實都是公共巴士 不過專門是學校和學校之間 你可以自己體驗一下 但你不要打算真的可以做到什麼 不是你以為 好像香港搭個小巴 拿著鏡頭說話 不是那麼簡單 我覺得是 你留學和移民的分別 就是你移民 一定要局署 一定要開車 變成你搭巴士的機會會不會少 但是你留學 因為你年紀還沒夠 又或者你沒有車 變成你搭巴士的經驗就會增加 這個也是一個分別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究竟有什麼前規則 搭巴士 首先你身處的人要坐前面 方便他們上落 然後呢 好像說巴士後面的那些 多數都是一些種族的人士 可能是 他們說是黑人 還是喜歡坐後面的 或者是一些流浪 沒有固定居所的人 他們會坐後面 就是這樣說 我沒有經歷過 也沒有再去考究過 因為我覺得 好像是另一個世界 當然 你不要用玩的心態去坐下巴士的位置 那我就考慮一下 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很想 我覺得你在一個地方生活 你沒有理由完全不懂得坐那裡的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 如果會打擾到人就不太好 所以我 要想一想 怎樣可以去 自己經歷一下自己住的地方 怎樣去 怎樣去搭巴士 或者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有Light Rail Light Rail 我也想嘗試搭 就是知道哪裡去哪裡 我沒有車的話 我也要自動去做 要找些時間 這個機會去學一下 再去探索一下 雖然都住了四年 但是 還有很多東西要探索 其實我駕駛駛都是上班下班 超級市場 我那些很私人 專線小巴 我不是很 例如西雅特地下班 我到現在都不太敢自己駕駛去 因為那裡駛駛 因為路比較窄 有很多是雙方的 我不懂得處理 而且我又不懂得拍位 所以我多數都是在其他地區 容易拍位的地區出沒 如果說到西雅圖的物價和消限 其實你平時 在COVID之前會做什麼 你剛才提到會去溫哥華 如果在西雅圖本身的話 還有什麼可以玩呢 西雅圖本身 坦白說 如果你來玩就沒有什麼好玩的 但是 它有一個很吸引的外套 它有一個西雅圖的外套 我們最近出了一條影片 就是在那裡買東西 那裡的東西是比較便宜的 我最初來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大購物獄的人 但是去到那裡 它是那些普通 那些普通的衣服 褲子 即是波蟹 都可以買到 是很容易買東西的 而且也不貴 因為可能是外套 但是你說平時普通生活上 如果你是自己煮來吃 那平均 譬如我自己吃的 可能我會煮一些 可能是Pasta 我一定不會是九大鬼 或者是中菜 那些 我不會煮 那多數都是我老公煮的 我反覆 對 我不懂廚房的 我拿筆的 我們可能會做些簡單的 六條菜 六個山東麵 那些 其實是可以很便宜的 兩個人加起來 可能都8-10元 一餐美金 都可以的 很豐富的 但是如果你說出去吃的話 因為 加拿大美國也是 有一個貼士的文化 那你出去吃的 普通的 一個餐 你一個人 至少多10-20元 美金 然後你還要加稅 和貼士 其實你20-30元 一個人 吃一個很普通的麵 或者Pasta 就不掉了 那你出去吃的 價錢 不是你自己家裡煮的 兩三倍 如果你想省錢的話 我就比較少出去吃飯 嗯 嗯 嗯 我自己也是 之前也有出過一條片 就是說 丁 是說 物價 不是說物價 但是我平時一個月大概是花多少錢 但是這個 我看到 那條片裡面就是說 因為 因為 COVID 基本上沒有怎樣出去吃東西 其實我自己 我一個人來說 買菜 而且我因為吃素 所以也不需要 肉貴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真的貴這麼多 我差不多是 一個月一個人 三百元有找 左右 就已經可以 加持三百元 加持 已經可以 照顧到 自己一個了 那 因為 一件事 我三百元 加持一個月 如果只是自己住 沒什麼外面吃 對 對 我們現在兩個人的話 一個月 當然我買了一些 廚藝 例如廚藝 那些 就算了 一個月廚藝 一千至一千二 我都要 嗯 嗯 可能 我自己也承認我真的很節省 而且我也是很簡單 我也是經常做Pasta 即隨便 六 其實我充飛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那 講完 講完物教了 蕭嫻都說了 那其實 你剛剛講過 我見你最近也有 出了一條片 就是你之前去 Vancouver去玩的 那其實你們這麼近 嗯 多久啊 如果是去Seattle 你們是不是開車過去 很近的 三個小時左右 三個小時 是啊 天旅 可以天旅 有時候我們五點起床 然後八點就去 早上 我們可以吃午餐 這樣呢 就是先早餐 早餐完之後 就會喝個茶 喝完茶之後 再去吃 蠟燭的食物 然後就吃個午餐 然後可能午餐 可能不止午餐 然後晚上飯 然後還要吃宵夜 總之就是吃樂 總之就是吃完這餐 下一餐吃什麼 這樣 因為Vancouver是很吸引的 它是 因為它的亞洲菜 的主題比較多 嗯 還有我很喜歡吃它們的日本食物 它們的 比較便宜 還有 因為最近我也看到 不知道另一個頻道也有說 可能一百二十五元兩個人 已經有海膽吃了 海膽餐吃了 我真的很棒 對 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 還有你們 美金拿過來洗也很少 對 我們美國如果要吃海膽餐 首先我不覺得這裡有這麼漂亮的海膽餐 可能我要自己去市場買 還要自己開 然後自己一塊一塊不要弄爛 放在這裡 真的很多功夫 但是如果在溫哥華 就是駕駛車上去 但是現在就要等疫情的 要等它過 要等疫苗出現 才有機會再去 嗯 其實如果在疫情之前的話 你們住在西雅圖 自己怎麼說 算是一個比較慢一點的城市 然後自己想吃好一點的時候 就駕駛幾個小時的車 就已經到達到溫哥華 其實也挺棒的 可以兩種生活 對 因為西雅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對落 是奧利根 去Portland 因為它是沒有銷售的 變成你去那裡買東西 又去那裡的外套買東西 都會開心一點 挺圓了 如果由我Greater西雅圖 下到去 都是三個小時的車程 都不圓 對 跟上班說差不多 我記得有一次 不知是在長期間 就覺得不如去哪裏 又去溫哥華 去太多了 這次去奧利根 就去奧利根 之前有拍過片 但剪得不太好 我之後會再剪輯給大家看 就是做過什麼 因為那裡也有一條街 專門是食品 然後買東西 多數朋友去買東西 就是買一些電子產品 因為那裡沒有水 就會感覺上便宜很多 而且它也有其他戶外的 例如瀑布 有些旅遊景點可以逛逛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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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住在北美 就有這個好處 其實 你駕駛一兩個小時的車 就已經可以去到 完全一個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感覺 的城市 就好像去了一個 mini get away 不像在香港 可能覺得 要一定要去 近近地也要去過 台灣 日本韓國 才去旅行 但是在這邊 其實你駕駛幾個小時的車 就已經是 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香港的好處就是 它去其他國家都比較近 就是 你去台灣、日本都容易 就算近一點 你去澳門吃東西 你都可以的 或者泰國 都是很近的地方 但是如果現在 譬如我住在西亞圖 就像你在Kalgary 你如果想去回亞洲的國家旅行 真的要計劃好了 因為 坐飛機都沒有了兩天 是 然後你又可能有些時差 然後回來又要適應 就時間上要多些 因為 其實我 有想過 就是 明年 如果疫情是好一點的話 我是很想去亞洲地方去旅行 但是 現在不知道可不可行 如果疫情控制到的話 都會考慮的 因為太久沒有旅行 嗯 嗯 在這邊 我記得 以前高校畢業的時候 有幾個同學 就會 有些人 高校和大學之間 會一年或兩年 休息 去環遊世界 即是所謂的環遊世界 我記得有些同學會說 有些同學會說 他們會說 明年我一年會去亞洲 所以 這邊 一去亞洲 真的要考慮 計劃 整個行程 去完這裏 去那裏 走整個圈 然後再回來 這邊的人 就有這些 首先你要有錢 是啊 是啊 我記得那時我畢業 我的朋友都說 不如去大學旅行 我說我沒有錢 我立刻就回香港找工作 我畢業 走完畢業禮 那幾天就回香港 回香港之後 一個月內 我就找了工作 然後一直都做 哇 沒有停過 沒有大學旅行 這件事真的 很現實 我覺得 要先應付生活 是啊 那你現在解決了 所以現在就 遲些計劃 會短期 可能一個多個星期 即是去亞洲 或者你長途機 都要去 兩個星期 至少 如果 請不到長假的 或者沒有錢的 那就去找國華 或者我可以去Kalgary 好啊 好啊 我也想去 我也想去 因為我有朋友 之前住在Kalgary 稱讚到天上有地下無 然後我看Karen的影片 哇好像很棒 我很想去 是啊 很近 我們想著 因為 我們 因為剛剛 Boxing Day Boxing Day的時候 買了一個新的GoPro 9 就想著可以去 Banf和Lake Louise 最後去Banf和Lake Louise 拍一下美景 因為之前我覺得 因為用了 都是 那些器材還沒夠好 接下來會帶大家 我也想去Banf 是 真的很漂亮 我之前有 我買了一條雪褲 很久之前 剛剛過來西雅圖的時候 有人說 我們不要經常去溫哥華 去Banf那邊去滑雪 怎料整群朋友 約不到 一天都約不到 每個人都時間夾不到 接著這條雪褲 放了幾年 都沒有穿過 我是 我是 橙雪那天 算了 我今天橙雪 穿了一條雪褲 哇 真的浪費了 浪費了 不過 用得著的 我還適合穿的 如果 可以去那裏 因為那裏拍的影片 還有那裏景很漂亮 我還沒畫過雪 我很想試試滑雪 嗯嗯 如果是的話 因為我們Kalegory有個COP 好像是1988年奧運的時候 冬季奧運的時候 是為了奧運去起的 那個COP 那很多人就喜歡 完全沒畫過 我自己也是 其實 我是第一次滑雪 就去COP那裏上課 那裏 那裏就很棒的 完全是包了那些工具 就是滑雪板 我不知道你是想滑雪 還是那些 還是滑雪 我也未知 可能兩個都會想 也好 就是它很便宜 好像100元左右 然後包滑雪板 包一個小時的教練 教你怎樣滑 然後上課後 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去玩了 嗯 真的 是啊 如果你真的來的話 可以感受一下那裏 還有我 我現在暫時都租不到出去 有間房 如果你想來的話 真的有地方 好 好 你說近溫哥華 那那個天氣 我猜都是 像溫哥華 對 你剛剛說會下雨 有時也會下雪 但是 譬如說最高最低的溫度 在西雅圖來說 嗯 如果Celsius來說 就是 冬天呢 會是零下 可能 最多零下兩至三度 就是半夜的那些時間 那你不會出去的嘛 那 有時是 可能零到一度 就是 Drain the day 都會有的 但是夏天熱呢 我記得 有一次呢 就是拍片啦 今天去戴口罩 然後 很熱 去拍外景 就是拍過場的那些 因為西雅圖市那邊 有些摩天倫 那天氣超好 去拍吧 哇 我是超後悔的 全臉都是寒 接著有焗 那天原來是34度 我不知道 Calgary 34度 是否已經是 不會的 也會的 但是不一樣的34度 我猜 因為是乾的34度 其實西雅圖都不是濕的 但是那天 可能剛剛我 全天都是外地 我又沒有想過 那天這麼熱 沒有看天氣 是很辛苦 整個人是熱到 晚上 我覺得自己有些 中暑 我簡直是整個人 發生 整個人是 滾的 熱了 所以 一定要看天氣才可以 但是 但是 其實34度 應該是 我記憶中 是最熱的 那 還有 是因為你 駕駛 那你駕駛 有時你 擱著車 曬著很熱 裡面可能 的溫度更厲害 那就是 又要開窗 還有有些 要上YouTube 去看看影片 那些人怎麼可以 令車快點冷靜 然後就開門關門 開這裡開那裡 然後就快點冷靜 然後就開走 冷氣 但是這些日子 不多的 多數 都可能一幾天 特別熱 有些 我知道有些人回家 就會裝冷氣 因為我不是怕熱到這個地步 我是比較怕冷 所以 我自己的家就沒有裝冷氣 暖氣 因為 外國的房子 暖氣都有幾重 有些是 真的 熱波 有些是 走冷氣 我家就不是冷氣 變成 如果我 要裝冷氣 的話 我在臨睡前 就開 行距 睡覺前 就 關 所以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很冷 但如果我整晚開 整個人會很乾 我兩隻貓也會不舒服 所以 我就不會長開 可能開一兩個小時 然後就關掉 Kallegory 也不是相似的 但也有熱的時間 有時候可能都會上到34 但是 可能是 一年有1至2 3天 左右 上到34 但是 通常這個時候 可能 中午12點 1點 這段時間 碰一碰 即是日後曬到正 對 碰一碰這個位 然後 就會慢慢又下去 因為 我不知道 Seattle是否這樣 但 Kallegory 可能 就算你下午是二十幾三十度 即是夏天的時候 可能是二十幾三十度 但是 早上和旁晚的時候 都會跌到十幾度 所以 也是 日後一收了 就會開始不太熱 所以 夜晚很少 可以說 熱到睡不到 我覺得看你 在哪裏 如果你住 你的房間在樓上 你屋頂還是熱 可能會覺得焦點 例如我在樓下 其實 曬不清我房間的話 還是很清涼 因為 外國的 我很多時候都是木造 變了吸熱 還有一些設計 對 我自己也是比較怕冷的人 你看我現在也穿 在家裡 其實我開了暖氣 我可以穿T恤 但是 我自己比較 我喜歡舒服 因為你太健康了 你沒有脂肪 可能也是 我會穿一些比較 例如我現在 我來現在幾度 我想我現在可能 十度以下 但是我現在這個時刻 沒有開暖氣 沒有開暖氣 噢 但我穿中袖衣 而且 你也有養貓 對嗎 我有兩隻 我也是 兩隻貓 他們冬天無神 會黏在你 很容易 像暖水袋一樣 很黏在你 我想那些貓 會黏在你 是我黏在你 對 我一隻黏在一隻 另一隻 你看到嗎 這裡有耳朵 我看到黃色的 其實它全靜看著我 噢 好可愛 是的 我的兩隻貓 是在香港帶過來的 嗯 我遲些都會有條件 會分享 如何預備貓 坐飛機 要注意什麼 要打針 還有 如何適應地方 那些 因為我覺得 我很幸運 我兩隻貓 過來的時候 都很年輕 那時候是三十歲左右 現在是八歲 那 所以 他們的適應 或者在飛機那裡 沒有那麼辛苦 如果你是太小隻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貓 有時都會擔心它 擔心不了 嗯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都很幸運 他們過來的時候 都算是順利的 是的 十幾個小時 對嗎 那時候我們還要轉機 因為它直航那裡 不接 不接香港上機的貓 我們只有一個直航 在Delta 在香港飛生亞島 但是它說 這個航空公司 它不接在香港上機的寵物 那 它原來有選擇 那時候我以為 很簡單而已 怎知道 原來 打電話去問八卦 原來不行 所以我另外 就要去韓國那裡轉機 就 搭另一個艘航 這樣 還有 最慘的是 它們 兩程飛機 交接的時候 我們是看不到兩隻貓的 就是 你不知道 它有沒有拿到我的貓 真的沒有辦法知道 你那個順子 很害怕 對 很擔心 還有 那時候我記得 我兩隻貓都比較蛇跪 一個很適合 另一個 另一個 在家裡就很餓出到它 所以 它們是會 下機的時候 很明顯真的瘦了整個圈 一秒就變成V面 全部瘦了 那時候很可憐 然後就馬上養肥 整個圈 他們從香港到西雅圖 都不是跟著你們 在機艙裡 不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始終長途機 它就未必可以 拿著在乘客那一層那裡 我看到有些人分享 就說 它們可以一起搭飛機 那隻貓你可以抱著它 但是我們那時候 航空公司不允許 所以就要運籠 但是 我記得那時候 那些空姐跟我說 他們不是跟行李箱一樣 因為行李箱裡很冷 所以 他們說 其實他們的機艙 是有一個 可以擺放幾個籠 那些草物就會在那個位置 那氣溫是跟人一樣的 那對組員 其實是可以 隨時可以進入去 看看他們做什麼 都可以的 那些經驗都良好 他們都處理得很好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我觸碰我兩隻貓 都沒事 那 有沒有說 你們如果 可以放貓嗎 如果開門讓貓出去 政府會不會讓你們這樣做 放養你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 可以是外面貓嗎 是的 我相信是可以的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因為西雅圖有一個 叫做Coyote 我不知道Coyote 也有 但是 不在文具 是嗎 我們 因為我們 西雅圖有一個名字 叫做Evergreen State 就是很多樹 所以 其實包圍著你 都是很多樹 還有森林 那裡其實有很多野生動物 它有 Bobcat Coyote 那些 我們有一次去過一個 酒莊 看到一隻貓 有一半 所以 它就好像沒有什麼 然後我們就問 咦 做什麼事 它就說 原來它是被Bobcat攻擊過 嗯 所以呢 我看到這隻貓 我兩隻貓 就叮 出去 我兩隻貓是溫室的 我是極度保護 不能出去 不能出去 因為有時候 我試過有一次 在車房 其實我已經關了車房門 車房和 那時候我還跟家人住 那一間屋 那一開門的時候 那隻貓是閃了出去 幸好車房門關了 然後我是罵 我是非常罵 因為有時候 你跟那隻貓說話 你不是好像人一樣 聽不到你的訊息 你是要很激動 那個情緒 讓牠知道 其實是很嚴重 是不能再這樣出來 我是瘋了 我罵 把聲音都拆了 然後 他們就會知道 原來我不能再這樣做 但是 我不敢 我怕有一天牠們不回來 是啊 是啊 真的 是啊 我們是寶寶 我們這些做奴隸 哈哈 真的 總之 天天天天看著 今天有沒有小條鬍子 哈哈 哈哈 這裡有沒有東西吃 那 OK的 兩隻貓 最近有個經歷 因為疫情的緣故 因為我留意到 其中一隻貓 有尿尿有情況 有其他地方鱈尿 以及 他去廁所密座 我也猜到 牠可能會生石 因為貓其實生石 也很普遍 但因為疫情 有一段時間 寶寶是沒有開的 所以也很限定 最後我們帶了牠去照 但是很幸運 醫生說牠的顆石很小 應該是食處方欄可以排出來的 吃了幾個星期 然後最近照片 就確認到一顆石都沒有 真是很幸運 即是叫做早發現 因為我也很擔心 如果要做手術的話 其實始終都剃了刀 你已經絕肉已經刀了刀 你還要用到手術 又刀刀刀 就會很擔心 因為疫情 你帶貓去看醫生 你的人是不能進去的 你是放一個濃度 然後牠就拿進去 所以在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又不知道 在外面很擔心 在一輛車上 嘔嘔亂 不知怎麼辦 但幸運也還可以 你有沒有幫貓貓買保證? 最初就有想過 我有朋友也有養貓 牠就買過 但牠就說 當隻貓是有什麼事的時候 原來任何東西都不包 哦 是啊 我不知道牠買哪種 但是我還未考慮要買 因為我有朋友經歷過 因為最後牠的貓都八年歸老 但是牠就說 那隻貓很早的時候買了保證 之後就開始有些問題 好像是一些扁面的貓 例如呼吸系統 例如眼、鼻的問題 然後每樣東西都不包 最後都是自己暗箭出來 那牠就馬上剪掉了 那牠就馬上剪掉了 我覺得我根本都沒有用 是啊 真的生氣了 已經不開心了 已經不開心了 原來我買過的保證都沒有用 是啊 是啊 真的要看清楚一些 對 那 如果說到我們可以說到屋價 因為我看到你也有去拍一些看樓片的 在西雅圖那邊 那西雅圖那邊的屋價又是怎樣 如果是市中心的價錢 和比較外面的對比來說 西雅圖呢 如果你說House 即是獨立屋 那你要是比較中心地帶的 我們說的是 可能我剛才說的 City of Seattle 或者是東邊的 Belleville 那 普遍一個獨立屋 可能是三房兩次 即不是新屋 平均應該都要80萬至100萬 美金 那 看看你家屋的新舊程度 以及位置在哪裏 那有些呢 如果你是新屋的話 其實去到150萬至200萬 那是比較中心地帶的位置 如果你是去到外面的地方 可能便宜一點 可能70-80萬都有 那再遠一點 可能60萬都有 那我最近也有看過 其實你說要60萬或以下 要多買一個House 即有個地圖 就應該沒什麼可能的了 真的要去到很遠的了 那 所以去而求其次 有些人會選擇住Townhouse 因為不用自己打理 還有便宜一點 那你會給他們 即我們叫管理費 我不知道你們那邊叫什麼 Condo fee 我們叫HOA 那 Home Owners Association的一些費用 那 Townhouse多數都會有車房的 但你和旁邊的單位是share wall 那我們住Condo 就沒有車房的了 那可能有些車位 那便會便宜一點 那可能 如果你說Townhouse 可能50多萬都有的 那如果你會再便宜一點 40多萬或以下 那可能真的要沒有車房的Condo 都不便宜 其實越來越貴 我記得我16年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普通兩房的Condo 可能20多萬都有的 嗯 但是現在貴了很多 它在2017-2018年的時候 是升得很厲害 那些樓價是 那些人是必上去的 譬如我看到一間屋 可能是70萬 最後可能是90幾100萬的賣出 哇 對 因為那段時間 多一些外地人去買 就是cash buy 因為我有的是錢 那我就買了 還有一些 其他州 譬如加州 因為都是 譬如Bay Area 那些樓價都是貴的 那些人因為IT比較多 來到施加圖 施加圖 也是一個IT行業主要的城市 所以他們會覺得 這裡好像比較好住 那我在加州那邊買了一間屋 這麼貴的價錢 我那裡來這裡 其實都可以變成兩間的 變了一些樓價 這樣炒高了 那麼 去到2018年 19年左右 就開始沒有那麼 升得那麼厲害了 近年就開始有些 應該是因為疫情 所以就回落一點點 那 開始就會多些人選擇 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因為可以回家 一人一間房間去工作 一間房間去睡覺 一間房間去睡覺 起碼要三間房間 如果你有子女的話 你另外還要兩間房間 但是以前就可能會說 我們回來只睡覺 只有一間睡房間就夠了 加一個分享的 DAN那些睡房間都可以 現在就 一個人要有自己的空間去工作 所以就寧願住遠一點 地方大一點 都開始多人住遠了 我最近拍過一些片 可能距離市中心 是半小時至九個小時的車程 都照買了 嗯 嗯 嗯 哈哈 他經常的聲音就是這樣 大家去看 他都想聊天 對啊 你說這麼久 啊 啊 他很小的啊 對啊 他平眼的 我的天 對啊 他很有趣 可以說話 任念 他就是瘋人那個 對 是瘋人的 他是喜歡上鏡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也有試過拍片 他才會看鏡頭 噢 對 而且他知道你在看哪裡 他就會看那裡 覺得很聰明 好聰明 一隻是不理我 哈哈 對 你說兩隻都八歲左右 對 兩隻都是八歲 你有什麼 Trick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瘦 我真的胖得這麼瘦 其實這一隻 不是很肯吃東西的 其實他有一些腸胃的問題 但是 我們 他不是很餵食 怎麼說 我開罐頭的時候 他就會很流行 嘩 開罐頭啊 但是他吃兩口 吃完了 他自己不是吃很多東西 不是很餵食 有些人說黃貓是很餵食 但是這一隻是例外的 對 還有他 他有個不好的習慣 就是他會吃布 噢 噢 那就是這樣 對 所以他會腸胃有問題 所以我 他接觸的地方 那些被子 我全部都是收藏 如果我睡覺 我沒有辦法跟他睡 雖然他很黏身 但是 如果我不是清醒的狀態 我不會跟他一起睡 因為我的衣服會有個個洞 而且我不想他吞掉那些肚子 所以 我就沒有辦法了 他要在另一個地方睡 那 他 就是 有 義工那時候跟我說 是因為 他可能 未戒賴過媽媽 就已經離開了 所以 所以 有些滑鼻的質地 他就會想咬 就會咬 有這個說法 但我不是太清楚 所以 我們很注意 就是 有些他有機會 不應該吃落肚的 會吃 我們就全部收藏 拿開了 我更幸運 因為我另一個朋友 是貓會吃膠袋 嗯 所以 那隻貓做東西聰明到 你可能櫃裡有少許的 階袋 都會吃到 所以 膠袋更加沒有辦法消化 所以 所有膠袋全部收藏 有時候養貓 你就要很小心 對 很多東西都是用膠袋 對 好像布這些 例如冬天 你會穿比較毛毛的衣服 他又想黏著你 然後 他又開始想咬 我經常都要 這樣繞回去 不要咬 不要咬 不要看著我 哎呀 他很喜歡說話 他很喜歡說話 是嗎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東西 還是想要注意 他喜歡說話 他有時候睡覺都會發開口 噢 對 他會噢噢噢 但是他平時是 他有少許像狗 他是那些 你去 可能 他叫花生 我有時候叫花生 他就會認你 有時候我可能回到家 對 對 他在說話 真的知道 對 他知道我在說話 有時候我回到家 看到花生在哪裡 他就會噢噢 他就說我在這裡 對 他知道你 我覺得他是想和我說話 但是深刻他不能說話 所以他會發出聲音 想和我交流 但我又不太知道他在說話 哈哈 期待你去說 你的貓貓的那段片 對 那段片應該主要是會說 怎樣去戴貓乘飛機 以及有什麼要注意 因為其實我很想 有些很治癒的片 就是貓走來走去 但原來是有難度的 拍這些片 就是 你的鏡頭不知道放在哪裡 還有他很白眼 他會撥我的鏡頭 反而我又要考慮這一點 我要想一下 那些片應該怎樣拍 要有一個控制的環境 只有四根牆 可能才可以 但我沒有那個地方 哈哈 都有一定的難度 那 那 好啦 今天就說到差不多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Wendy 就是 如果 現在正在看我們 這個 看我們聊天的觀眾 想知道 如果他們想移民 無論去美國也好 還是西亞都好 都好 需要注意的是什麼 還有你會給什麼提示呢 嗯 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心態很重要 哎呀 哈哈 是不是壞了呢 我之前說過 就是 心態是很重要 你會給我 你會給我 快點 說快點 哈哈 那個心態 還有你 要預算是有幾年的適應期 就算你是 有幾有經驗 或是外國居住的經驗 或者你 工作上幾種上 你都會有其他一些東西 是 你需要時間適應的 那 那 還有 可能你開始設定的目標 不要太高 就是 可能 你的工作上 你可能 始終你不是 地方的經驗 那 變成你要去 他真的很煩 哈哈 那 可能你 要預算 人工要低一點 就是要有這些心理準備 那 如果你問我 可不可以再選 我來西亞都 我覺得我是不能選的 因為我選了我老公 哈哈 但是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去哪裏都是一樣的 因為 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 就是 我這種 就是這種性格 我覺得去到哪裏都 我覺得我是可以適應到的 只是時間上的 哎呀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可能會長時間些 或者變時間些 那 你說失望 很灰心的時間 一定有的 很失落 覺得自己很無用 那些 就是會有這些 感覺的 但是 我覺得 每一次過了這些 感覺之後 回回 你回回正常的生活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有些 重生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 我經歷了一個低局 就是 這是我的經驗 我學習從經驗的時候 我就 之後 那條路 我更加 更加可以預備自己去 接受多一點的挑戰 這個是我的想法 嗯嗯 好啊 非常之麗子 還有 如果真的打算移民 或者去其他地方定居的人 這個 這個思想 這個心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嗯 要向前望 知道自己有些 什麼可以做 令到自己的生活 越來越好 嗯 還有如果你有家人的話 大家溝通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共識大家的目標 就是怎樣 就是有些可能說 我想住這個城市 有些就說 其實我覺得另一個城市 發展會好一點 就是大家一定要溝通到 是找到一個中間位 是大家同意了 跟著 就是定一個目標 是一起向前 如果不是 就是大家散了 那就很麻煩 嗯嗯 好啦 那今天非常謝謝 Wendy 今天跟我們做這個訪問 和花生的客串 哈哈 哈哈 她有點不耐煩 哈哈哈哈 我不陪她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繼續支持我們的話 就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好啦 謝謝大家 好啦 謝謝 拜拜 下次見 喔耶